大家好,我是何一,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间谍国家家第二集 上期说到女主准理动国考试 第二次的审查必须由双亲一同出息 但男主这里还缺个老婆 影片开始,男主让眼睛男扮演母亲 奇怪的装扮就连女主都嫌弃说不想要这个妈妈 话没来到,一群女人在休息室聊起八卦 聊着聊着就聊到情感的事情 27岁还单身的月儿成为他们口中的一类 一旁的金发姐提醒她说最近很多间接 一些女性因为独居就被邻居以可疑为优举报了 说完便邀请月儿参加派对 而且务必协伴,虽然这样被嘲讽 不过月儿还在想另一半的事情 回到家的她又被弟弟吹婚 她只好说自己会参加金发姐的派对 并且会带另一半一起去 挂断电话的月儿还在哭闹时 听到电话响得她以为又是弟弟 立刻解释说刚刚只是开玩笑 结果电话里的店长说了句晚安 新卫公主,你的客人到了 听到这句话的月儿像是打开的开关一样 整个人的神情变得阴盛起来 原来月儿的真实身份是杀人不眨眼的杀手 她淡定地走到一群守卫面前 上下五除二便解决了守卫和目标 结果不小心扯烂唯一的礼服 看着外面的尸体 她的内心无谓假成 觉得她这种人不可能找到另一半 同样烦恼着伴侣的还有男主 眼镜能帮她找来一对单身女性的资料 问她为什么不打击其他女间谍 男主说之前的任务造成重大损失 再加上现在流行举报 导致人手严重不足 就连她现在也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为了让女主更像大呼人家的小姐 男主带她到裁缝店买新衣服 正当男主还在为挑选老婆的事情烦恼时 丝毫没注意到月儿走过自己的胜口 男主在脑海中搜悬她的资料 开始打量起月儿 没想到月儿突然问男主怎么一直定制她看 男主被一次突然一问惊到了 在零点一秒内说出男人的经典大善语 说她真的很美 受宠若惊的月儿立刻想邀阅男主当她的男伴 不过女主也在这时跑出来 看着有女儿的男主月儿只好打住想说的话 女主通过读心术知道月儿是个杀手 表现恐惧的表情 但看着一个间谍 一个杀手 再次发出哇哭哇哭的喜悦 女主读懂了他们各自的心声和鼓虑 立刻表演起一段缺乏母外的舞蹈 在得知男主的老婆过失后 月儿邀请男主扮演她的男朋友 作为交换条件 月儿需要在面试扮演母亲 一切谈好后 男主到商场购物 而且还在结账时接收到最佳任务 需要在周路时夺回艺术品 并摧毁走势团体 为了能赶上派对 男主叫战斗力为0的眼镜男帮忙 逃跑时 男主选了一枚钻石戒指 结果被迎灭而来的追命撞上 等待需求的月儿只好独自到派对 看到他没带男朋友过来 其他同事在一旁算言算语 金方也跟着说 会把他独自一人来的事情 转告给他弟弟听 月儿本想开启下手模式 但看着眼前普通又温馨的场面 显得格格不入的他正打算离开 男主也在这时满头是血地走进来 是月儿的老公 并泛女满脸妒忌 想让月儿当众出走 月儿立刻展现专业下手的柔软性 用脚借助热腾腾的食物 金方女还不死心 告诉男主说 月儿这件好像是种不正经的工作 没想到男主不但不介意 反而夸张月儿了不起 因为双清早逝的 他为了弟弟非常努力 不惜牺牲自己 是指的骄傲的事情 说完就带着月儿离开了 越过回去的路上 走私集团的残党追了上来 男主黄向士兵人不受控制地追查他 天然属性的月儿竟然相亲了 两人在巷子里一路躲避追兵 就在男主来不及躲闪时 月儿一脚踢飞了追兵 不过男主并没有怀疑他的身手 还称赞他那一脚踢得好 跑着跑着 月儿突然提议说想和男主结婚 男主吓到直接跌倒 月儿说他这种单身女性很容易被怀疑 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也只有男主 为了双胖的利益 月儿希望他们之后能正式在一起生活 男主其实也打算在面试后向月儿求婚 就霸道地说 等等回去这路上就把镇顶了吧 结果刚刚的钻石戒指不见了 随便也在这次追得上来 男主捐起地上的炸弹 拉开保险箱 认出炸弹 以保险箱为戒指 单细跪下的真情告白 在一身爆炸身下 两人正式成为夫妻 月儿也升级成男主吗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贺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